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由于其小说澎湃激昂 风格独特 用于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残酷现实 莫言已经开始扬名 两部唱篇小说《红高梁家族》 和《天堂酸彩之歌》分别在1987年和1988年出版 《红高梁家族》后来改变成著名电影《张一谋》指导 赢得1988年《波林电影节》金雄奖 由于这些接触作品和其后的文学成就 莫言很受广大读者欢迎 也赢得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奖 其作品已经翻译成多种语言 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日文 他的长篇小说《九国》的法文版 获得法国《Lore Bataillon》奖 去年他获得法国政府 班首文化艺术 其是寻找《Servalier des Arts et de la Literature》 今年初 在意大利也获得降服声名的 《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小中会主席宣传 莫言不但小说技巧高超 而且向中国通报于世界各地的人 展露了中国农村富地的玩战生活面貌 成就出众 因此本人恭喜校长 迎接莫言宣传 接受本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我依我所持的权力颁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于莫言 一个小学都还未读完的农村小文仔 究竟怎样可以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位举世有名的小说家 并获颁受荣誉文学博士呢 我一看到这个莫言博士 这个两个字 我心里面就忐忑不安 我怎么可能成了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从我叔叔那个地方 透过一只博士牌的钢笔 还受到我父亲的一顿这个痛骂 你还会用钢笔 铅笔的硬刨 谁知道过了四十年 竟然博士这两个字眼 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一起 那么我在几个月前就得到了 这个公开大学 要收回我博士学位 这个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 我都立刻向我父亲报告了 我说当年还记得骂我吗 当年我偷了我叔叔 那个博士牌的钢笔 您不是说我怎么着吗 我父亲说有这事吗 然后他再问我 博士大还是县长大 我说这个很难比较 我说差不多吧 相当于副县长 他就很高兴说 这已经官不小了 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 但我告诉他是荣誉的 他荣誉的也比没有好 是吧 总而言之就是公开大学 受给我这个光顺的学位 让我不胜狂狂之介 确实感觉的是浪得虚名 受之有愧 因为一般来讲 博士起码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 是吧 要著作懂身 要学贯珍惜 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 是吧 中文都讲的不流利 英文跟着老哥 学了一个厕所的单词 现在也忘记了 是吧 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 起码没有语言天分的 起码在学外语方面 所以既然是受归了我了 我当然也很高兴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以后我会经常的把这个头衔 在我的书上印出来 我又会把我这一次接受学位的时候 拍的这个照片放得很大 挂到我们家的墙壁上 让我父亲好好看一看 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这个位置 这个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 实际上想说什么 我都没想好 刚才这个校长阁下也讲到了 就是说 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 这个我觉得对我绝对是一个过分的夸奖 我是从来就是没有什么远大志向的 我的志向 我的野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组件的膨胀 那么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 完全像一个小动物一样 因为我出生在50年代的中期 当我有了记忆力的时候 也就是中国大陆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吃饭和穿衣都非常的重问题 有很多老百姓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夸张 但就是说每天一督眼睛想到的 就是怎么样搞一点吃的东西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这个穿的都无所谓了 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讲 在10岁以前基本上都是吃身裸体的 没有那么多的衣服 到了夏天你如果到我们村庄里去 你就会发现小孩全部都是光着屁股的 没有衣服可穿 并不是说我们喜欢裸体 就是我们确实穿不起衣服 所以一直到了我二岁的时候 我想我每年也就是有两件衣服 夏天一件挂子 冬天然后在这个挂子里边再套上一层挂子 针尖续上有点棉花 如此而已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 这绝对都是夸张的 我想人都是物质的一种环境的产物 只有在这种吃的很饱 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 才会产生这种那样的想法 才会有关于文学 关于艺术一些追求和这种要求 对60年代的中国农村的孩子来讲 我想几乎可以说 没有出书极其个别的天才人物 我想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任何的 跟文学跟艺术有关的联想的 联想到的只有实物 所以在当时我想我的最大的理想 就是怎么样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 怎么样能够脱离农村 这种愿望实际上是我们许多年轻人的 一种最高的理想 而要实现这个愿望难度也非常之大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人实际上都是环境的产物 或者就是用一句农村的老话来讲 就是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 在哪个山头砍哪个山头的柴火 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说就是辩白 就是我没有什么远大之向 但是没有远大之向 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 这个也跟这个我这个村庄的一些人有关系 大概就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的邻居有一个大学毕业生 当然就是大家也都如果对大陆比较了解 或者说从大陆来的这种人都会知道 中国的1957年曾经有一个反右派的阅证 那么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 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都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戴上了右派帽子 有的就直接给钱返回故乡 就剥夺了他们的这种吃国家公家粮的权利 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那么我这个大学生的邻居 他就是在学校里被化成右派 当然现在说叫错化成右派 回到家乡 就跟我天天在一块劳动 他因为是大学中文系 后来也当过中学语文的教员 对文学还是比较了解 经常在劳动的间隙里面 向我们灌输有关文学的一些话题 他讲当时他在济南的时候 认识一个山东省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作家 说这个作家特别腐败 我说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 就是早晨吃饺子 中午吃饺子 晚上还吃饺子 我们当时说这还是人吗 这不是神仙吗 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三顿吃饺子 因为我们当时一年都吃不上一次饺子 只有在好的年龙的时候 才可以在春节的大连出席夜里 吃一次饺子 而是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 一种是黑皮的 粗面的 一种是白皮的 白面的 那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 我就感觉到如果一个人能够当上一个作家 那这个理想这个目标已经非常远大了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说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 我是不是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 没问题 只要你写出一本书来 保证让你一天三顿吃饺子 所以我想我最早的这种关于文学的 关于当作家的梦想 就是从这个一天三顿吃饺子就开始了 当然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了 那个时候的文学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也都知道 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 小说也就是那十几部 作家也就是那么一个作家 而且即便是那些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期 那些我们现在叫做红色经典的小说 在文革期间也必禁止了 那些小说实际上本身已经走得非常可怕了 本身已经是非常虚假了 非常扭曲的 就是带着一种非常狭隘的阶级的政治的观念 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 但就是这样的小说 在六十年代文革开始以后还是被禁止了 所以我们能够读到的 也就是当时流行的这种 三突出的 三突出就是突出重面人物 英雄人物 就是好人 简单的说就是好人 人绝对是好 好人的肚脐脸都是没有灰的 坏人是绝对的坏 坏的是一点好处没有 所以就说连两岁的小孩一看电影 也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产生了这种文学的梦想 所以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 当时也是搞一点纸 搞一点笔也不容易 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拿起笔来 想尝试写一篇小说 写一篇小说 第一句肯定是为大领袖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一定要把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一定要把水利工程搞好 当然后来 毛主席这个余路也被很多农民篡改了 今天要养猪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把猪养好 明天要种小麦了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的首要任务是种好小麦 后天是要种棉花了 然后毛主席说棉花是国家的重要物资 这句话有的是毛主席说的 有的不知道是哪个主席说的 乡村干过也经常拿着毛主席的话来吓唬我们 所以我这个小说 你想一开始就写这样的 然后就赤字了什么阶级斗争了 既然就是说要有什么好人 必定要有坏人 而且还有什么很多暗藏的阶级地人 有从台湾什么坐着气球飘过来的 当时我不知道人坐着气球 不可以飘过来 能够坐着气球飘过来的是台湾的船单 一旦刮东南风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里青岛比较近 是属于东南沿海 经常在春天的时候 台湾的气球带着台湾的宣传品 在我们头上降落下来 我们捡起来一看 看到台湾的楼这么漂亮 台湾的人穿得也很好 后来就叫上 那这个学校里的领导 或者是土耳的领导 马上就当做一个重要的线索 立刻向公安局报告 谁如果把这些台湾飘了个船单 藏住的话 那就是一个政治事件 你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 但是通过这些空飘过来的东西 我们也知道 台湾的人实际上生活的 并不像我们所宣传的和想象的那么差 可见台湾这种宣传还是起作用的 当然我们在刮西北风的时候 也忘了飘气球 飘过去的时候肯定也就是 把大陆最漂亮的东西拍给他们看 总而言之 我是在社会的 社会的经济如此贫困 社会的政治状况非常这样 如此的压抑的状况下出生长大 那么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文学 产生的文学梦想 离真正的文学理解相差甚远 我心目中的小说 当时也是跟社会上所理解的小说 是不一样的 但是后来就是我把村里的一些书 寄过来看了以后 也才慢慢的头脑当中 也有了一些关于真正的文学的概念 比如说这个村庄里面 总还是有那么十几部书 比如我们村里面 就有三国演义 就有聊斋志义 就有隋唐演义 这种古典的张会提的小说 那么这些小说 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有时候是帮着人家干活 有时候是帮着人家 用别的方式 别的东西来交换 把这些书看完了 把我们村里的十几本书看完了以后 我当时因为 我已经把天下的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我当时我觉得 我已经是差不多离博士都不远了 后来我到了当兵以后 我进了一个县令的图书馆 一进去就发现 原来如此多的书 我还没有看 那么那还是个县的图书馆 那么到了现在 我如果进了一个北京的大图书馆的话 更感觉到自己确实一辈子读书 也读不完 九流一毛 那么刚才校长阁下也说 我是一个敢于讲实话的作家 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 这一点我就是如果是 因为我讲实话 受给我荣誉博士的话 我倒可以当之无愧 是吧 因为我想我们生活这个环境 实际上都生活在一个双重话语里面 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后 也就是说 在这个八十年代之前 二三十年之内 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 一套是在外边公开的时候 对着社会讲的 那么这都是假话 套话 都是豪言壮语 都是口号 另外一套就是回家在家里面讲的 家里面的父母教育孩子的话 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 当然有时候到了极端的程度 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了 因为你刚刚说了真话 可能第二天就被老婆把你告了 是吧 也就是说儿子跟父亲之间 也不敢讲真话了 搞不好父亲讲的话 马上一被儿子出卖掉了 但是在我们这个村庄里面 就是说两套话语里面 在家里面还是存在的 因为就是 比如说在外边刚开批斗大会的时候 我的父亲他们也都康开激扬 一会儿骂刘少奇 一会儿骂邓小平 当时骂邓小平的革命的进步 后来你再骂 当然就是反动的了 当时就是我们把刘少奇 邓小平和许多 就是被打倒的人物 扎成这种盗套人 让他们穿上纸子 纸做的衣服 披斗半天 然后就点火粉烧 就有一种非常原始的 诅咒的方式 来进行这种革命 那么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 也非常深切的 感觉到大人们都是带着一个面孔的 而小孩如果在外边敢于讲真话 回家马上就会受到惩罚 我实际上腾小就是一个特别愿意说话的孩子 非常饶舌 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 就是这个放炮的炮 这个小孩就是说话无边无越 特别的喜欢传话 特别的喜欢对人讲话 后来我写了个小说叫四十一炮 里面就是一个炮孩子 这其中也有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那么因为我这个喜欢说话 尤其是喜欢说真话 给我们的家里带了过很多的麻烦 因为我看过台湾飘过来去传单 所以当村里的人讲起来 台湾人正生活在水深火热当真的时候 我就说他那个楼特别好看 那么这个话不得了了 这麻烦村里的人 他肯定不会来整理我 马上就会把我的父亲 叫到当时大队的办公室里去讲 你儿子今天说出什么的话 那我父亲马上就回家 肯定是要马上收拾我 就是因为我这种多说话 烂说话 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对我确实是感觉到非常的愤怒 经常的教育我 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话 你如果不说话 难道谁还能把你当到哑巴 给你卖掉吗 说你如果再出去烂说 就找一根麻绳子 把你的嘴巴给你缝起来 能说一些是没有娇邪 可穿的 穿的是布鞋 布鞋是用那个麻绳子缝底的 后来我的姐姐也散对了 我自己说 即便是用麻绳子 把他的嘴巴缝起来 从这个缝隙里边 也会露出话来 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 当我要开始写作 发表小说的时候 我使用了一个笔名 这叫莫言 这个莫言就是告诫自己 要少说话 那事实证明 我也一句话没有少说 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 经常说出实话了 因为今年前不久的 在大陆参加了两三个 关于文学讨论的会议 都是去的时候 咬牙气势的时候 大肆我也不说话 但是一旦开会 开到半截的时候 就按捺不住的跳起来 又乱说话 一说话 本来人家是高高兴兴 那我一说真话 大家都非常的尴尬 所以尽管我起了个笔名叫莫言 依然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这种乱说话 而且也因为这个乱说话 带来了很多的不好的一些后果 那我觉得这个讲真话 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的宝贵的素质 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 那么这个作家就识别要讲假话 讲假话的作家 我想不单是对社会无益 对老百姓没有益 也会大大的影响文学的品格 因为好的文学作品 我想它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 应该是真实的反映了 尤其是真实的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这种生活面貌 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焚尸现实 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 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有一种偏见 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 解释社会的黑暗 解释社会的不公正 也包括解释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 解释人性中恶的成分 那么所以我的很多小说实际上发表以后 不单有的小说当局不高兴 即便有的读者也不高兴 因为就是我把这个人性丑的东西暴露得太过厉害 把社会上的一些真实的面貌暴露得太真实了 当局会不高兴的 等很多优雅的读者看到我的某些小说把人性的恶 全部坦露无疑地表现出来 他们也不高兴 他们喜欢看一些温柔的谈恋爱的舒舒服服的小说 对这种真正的能够触及到了人类灵魂 暴露出了人类灵魂的丑恶的一面的作品 他们感觉到很受刺激 当然我想我绝不会为了硬核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原则 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写了一个后继 最后一句话就说 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 我也要这样写 就是你不可能因为你读者不喜欢 某些读者不喜欢我这种写法 我改变我自己的文学主张 所以讲真话当然就是说 也有多种多样的讲法 因为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 完全像1819世纪那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 如实的真实的在线生活 这种作品 我觉得已经到达了一个东风造极的高度 有了托尔斯泰 有了巴尔扎克 后来的作家要超越他们 非常是困难 我认为就是正是因为在现实主义 这个创作领域里 有了巴尔扎克 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 很难以超越的高峰 笔子后来的作家要另辟弃径 这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形的 什么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小说 才有了什么拉丁美女的魔幻显示主义 才有了什么卡夫卡 才有了法国的新小说派 当然这些小说看起来是对社会 对人生 对世界的万事万物 并不是那么真实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形 这种夸张 这种扭曲 恰好是像放大镜一样 或者说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 更加真实的在现了 或者突出了社会的某一个真实的部分 我觉得这并没有违背写真实原则 就像我们的老祖先 山东的普僧林 他写妖 写鬼 写狐狸 说看起来是夸张 是变形 是虚幻的 但我想他对这个社会 对人生这种暴露 比那种真正的写实小说 可能来得更加的深刻和集中 另外就是校长刚才也讲说 莫言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作家 小说语言非常的生动 那么关于想象力 我觉得我的想象力 确实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不错呢 就是说我的想象力 是恶出来的 因为人在饥饿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产生幻觉 当然这种幻觉 都跟食物有关系 所以你统观我 我都全部的作品 里面描写了一个人 对食物的幻想的地方 很多很多 写吃的 写喝的的地方很多 然后写人身体的感觉 写肉体的 写感官的一些感觉比较多 那么也有人就说 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 只有感觉的作家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认为是批评我 我就是在赞美我 我觉得小说 就是应该从感觉来出发的 我觉得一个小说家 在写作的时候 应该把它的全部感官 调动起来 就是我要描写一个事物 我必须要动用我的视觉 我的听觉 我的嗅觉 我的触触觉 我要让小说 充满了声音气味 画面温度 当然我还是有思想的 如果完全思想一点都没有 那我肯定是在 疯人院里面待着 不会在这个地方 对大家说话 当然我认为一个小说家 如果思想过分的强大 或者说他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 想得太过明白 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 我觉得也要大大的折扣 因为他这个作家的理念 理性的力量太强大以后 他的感性的力量 势必会受到了影响 而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 那势必就是干巴巴的 学成腔调 好的小说我认为就像应该像一条 这个充满了人气的尖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气味 有各种各样的温度 应该让人仿佛深至其中 如果不把自己的全部的感官调动起来 那么势必把这个小说写得枯燥无味 所以我的这个想象力 我觉得也有自身 刚才讲是因为长期的饥饿 一个人在田野里面 因为我上了小校五年级 就被学校把我赶出来了 赶出来了以后 那我参加成年人的劳等 又不够格 我只好就是牵着两头牛 在田野上这个放牧 放牧的时候 有时候中午也不回家吃饭 因为回家太远 所以就是带一点干粮 那么只有几头牛跟我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我经常可以 从牛的眼睛里面 就看到自己的倒影 有时候躺在草地上 睡着了 躺在草地上 那么就看到天上的白云 听到鸟叫 听到周围的这种青草生长的声音 可以大地发出的气味 各种各样的植物 花草放出的气味 就是说这个跟大自然的 这种利切接触 这种长期的很长时间的这种孤独的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 都让我想入飞飞 是吧 那么这些想入飞飞 在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孩子非常可怕的一种想法 但是当我变成一个作家以后 那么这些小时候的痛苦的经验 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创作的资源和财富 所以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小时候依然动用的还是我20岁以前的积累的生活资源 我20岁以后的东西基本还没有正儿八年去写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 当然我也说过 如果让我重新过一次童年的话 我当然也愿意像香港的儿童一样在幼儿园里面那么幸福 我又不愿意到农村去放牛钱 那么痛苦 那么饿 那么孤独 那么累 我宁愿也不当这个作家 但是客观也必须承认这一段生活 确实是对我从了这样一个作家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么这个想象力 我觉得它也有外来接受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 虽然离青岛很近 但它在几十年来 就是一直是比较封闭 比较落后的 那么这个地方离这个 写出辽载之一 这伟大著作的普僧灵的故乡也不远 大概隔了三百多里路 我当时在乡村的时候 就是听了老人讲了很多很多的鬼神的故事 那么后来我长大了以后 读了辽载以后 就发现这些鬼神故事 究竟是普僧灵听了我的一些祖先讲了故事 把它写到书里去 还是我的祖先里面有文化的人 读着辽载 然后再把这个故事转述给我呢 所以我搞不清楚 我想这两种状况可能都有 也就是在这么一个神话鬼怪 比较发达的地方 人因为恐惧 也会产生想象力 就是我刚才讲了 我是因为孤独 人为饥饿 饿出了一些想象力来 因为恐惧就是说 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死人非常之多 有时候一个村子里面一天要死 我们村子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 然后周围就是一片荒原 那时候没有电的 我们村是1982年才通过电流 在没有电之前就只有煤油灯 而且煤油灯是 煤油也是限量供应的 每年只有两斤 也轻易不会点灯的 那就是一出门 就是看到田野里一片鬼火在闪烁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也玩一种游戏 就是拼命地追赶这个鬼火 但是也很难追赶上 那就是一出门 就是周围一段漆黑 田野里面到处鬼火在闪烁 而且经常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火一样的球 在天空中飘来飘去 那我当医生的一个姑姑 她就告诉我 这是狐狸在炼蛋 就是两只狐狸在 抛着一个蛋 抛来抛去 我们远远地看着 就是两个闪光的球体 在飞来飞去 就是你人一旦进入这个环境 尤其到了夜晚 这种巨大的恐怖就产生了 你就感觉到你的周围 充满了许多神秘的 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 你在走路的时候 就经常听到你的脚后边 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 然后你走到一棵大树下边 走到一个河边 走到一个坟墓 走到一个糊涂的拐角的地方 都可能暗藏了一个 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鬼怪 而且我们小时候 有着特别既怕 又喜欢听这种故事 越听越上瘾 越听越害怕 经常就是听完了故事 往家走的时候 谁也不敢走 那我的办法就是 一出门就高唱革命样板戏 大声吼叫 然后就往家狂奔 一进家门 我母亲就说 我早都听到 你这个在村的时候 就往家喊 你喊什么 我说害怕 是吧 然后我们村里面 实际上当时有80%的男孩子 都是尿床的 为什么 也是下的 就是 因为晚上它农村是什么 不像现在城市里面 有室内厕所 厕所都是露天的 要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 你就经常感觉了 这个厕所的墙头上 有一种穿着红色的小衣服的小妖精 在跑来跑去 是吧 就不敢出去的 所以很多80%的小男孩都尿床 都是吓得 吓得憋着 最后尿床看上去了 是吧 这就是 这就是说 这个下个乡列 也是跟这种农村生活 有一定的关系 至于这个 我的小说语言 当然有很多的大陆的一些批评家 也对我的小说语言 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分析 我觉得我的小说语言 也是比较武杂 庞杂的 这里面既有这种 古典的一些书面性的语言 也有一些 读西方翻译过来的小说 这样的语言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来自乡土 因为我想我们北方话 就是山东话 跟这个普通话 还是比较接近的 就山东话里面的许多方言图语 你把它写到纸上以后 你发现它实际上 就是很典雅的一些古语 而且有很多话听起来是土话 但是一旦写到书面 反而能够被人理解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 一把刀非常锋利 那肯定不会说是锋利 就说一把刀锋快 像锋一样快 如果讲一个姑娘特别漂亮 肯定我们不会说的特别漂亮 我们会说这个姑娘奇俊 奇怪的奇 如果今天的天气很热 我们也不会说很热 也不会说特别热 也不会说非常热 而会说怪热 就是奇怪的怪 那么这就是说都是去方言图语 但是你把它写到小说里去 完全可以看得懂 而且非常强烈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种感染力 我认为方言图语 如果要写到小说里去的话 就必须符合这种普通话的原则 能够被人大多数人所读等 假如方言图语 像江浙一带的广东话 如果香港口语写到小说里去 那我们全都不知道了 因为我第一次来香港 我就发现香港的这种字 带口的边的特别多 所有的字都带着口的边 所以开了半天 也是满头雾水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前一章 我们在北大开了一个会 也讨论的这种方言图有问题 马耀然先生的讲 这个巴金的小说 就是他的对话里面 有很多四川话 但是我当时就说 我说实际上一个作家 真正的如果要把方言图语 改造成小说语言的话 不应该仅仅满足于 把小说里面的人物对话 用方言图语来说 而是应该努力的 把方言图语改造成叙述语言 这样我想才会对这种汉语 有所发展 如果仅仅限制在 口语对话的这一部分 那我觉得对这个叙述语言 还是没有影响的 好的作家 或者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 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 就是应该千方百计的 应该是丰富自己本民度的语言 这我想任何一门艺术 包括文学在内 当它发展了一个极端 需要变革的时候 无非是两种力量 一种就是借助外来的力量 他善知识可以公寓 一种就是向民间去寻找 我现在回顾一下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 中国的真正的文学 或者说真正的能够跟世界对话的 真正的超越了狭隘的 阶级观念的文学 是应该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 那么这时候就是大量的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的阅读 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 就是我们所接受的西方的小说 比台湾比香港晚了整整的二十年 后来我到台湾去跟张大春 朱天心这些作家交流 就发现他们六十年代读过的书 我们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读过 那么这样大量的阅读西方的小说 大大的开阔了中国这批小说家的眼见 比如说我们读了 当年像那个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 他说他骂的小说 原来可以这样写 那么我们在八十八五年 读了马尔克斯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他骂的小说 原来可以这样写 而且也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我就说 原来这就是好小说 早知如此拿于他的份 我们高米灯背箱里 很多流传的神奇故事 比他拉丁美洲一点都不差 但是如果我们 如果以按照他那个方式来操作的话 那么就是二流祸色 只能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 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我就觉悟到 像西方的马尔克斯也好 像胡克纳也好 像海明威也好 我觉得他们都像炼钢的这种火炉子一样 是灼热的 如果我们靠得太近的话 自己就被烤掉了 化掉了 蒸发了 我们必须远远地离开他们 必须要千方百计地 写出一张跟他们不一样的小说来 那么这就需要回头向民间去寻找 像民间故事 口头传说 民间文化 民间口语里面去寻找 也就是说我想文学的真正的 这种丰富的这种资源 还是隐藏在民间 当然我这个民间并不仅仅是指这种 偏僻的荒凉的农村 城市也是民间 香港也是民间 它不过是广义的 另一意义的民间 所以我想这个 包括我个人在内 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这种文学 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 就是借助了西方的翻译过来的小说 因为中国作家能够直接读西方原文小说的人 并不太多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大部分是依靠了翻译家的文本 那么靠着西方的这种小说 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 就是我们从1949年到1979年 这三十年来 长期的灌输给我们这套保守的固定的党派德学观念 土蹦瓦解 然后作家的思想真正的解放 然后又从自己民间里边 个人的生活里边 积取了创作资源 这才有了当今这种中国小说的这种现状 这才有了可以勉强的让葛浩文教授愿意翻译的小说 莫言在演讲里面所提及的葛浩文 现任美国圣母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研究教授 葛浩文是现当代中国文学著名的翻译家 三十多年以来 透过翻译将中国小说向西方介绍 他翻译过的作家包括蕭雄、巴金、莫言、白先勇等等 二十多位的作家 合共四十多本的作品 他翻译最多的有两位 分别就是民国时代的作家蕭雄 和当代作家莫言 夏自清曾经指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 莫言的小说是葛浩文所特别推荐的 至今由葛浩文所翻译并已经出版的 是有《红高梁家族》 《天堂算台之歌》 《酒国》 《风雨肥团》 以及一本短篇小说集 另外还有两本正在翻译之中 究竟这位外籍的中国文学教授眼里面的莫言 又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 就让我们从他口中里面去了解一下 Moyin is not just a writer, he's a phenomenon he said at dinner last night how strange it was for someone who had only a fifth grade education to become a doctor, a Ph.D. for those of us who know him and now for all of you who have listened to him what's strange is not the Ph.D., the honorary degree but that a writer who is considered China's most accomplished novelist someone who's won international prizes almost everywhere who has encyclopedic knowledge of China's culture and history what's strange is not the Ph.D. but that he never quite made it to middle school he is an astonishing figure and I have to come clean he's my favorite writer as a reader I say that, as a translator I say that I'm finishing up 四十一炮 炮孩子, the neighbor and so I met him when we were together last night I said, how are you doing? he said, well I've just completed the latest novel 刚刚交卷了 told me the name and I said 不会跟那个风陆飞同那么长了吧 他说不会,绝对不会 这本人才四十万字了 I am not Moyen's only translator, obviously there is rather a large cadre of people out there in the world who are translating Moyen's fiction in Japan, Fuji Shozo is one of the great scholars of Japan he bought into Moyen very, very early there's an Italian woman who is always a step ahead of me in translating and at least one couple in France who jump to each one of his novels and translate the whole damn thing I tend to run into editors who want to chop him up a bit and then there's a whole range of other translators some of whom translate from Chinese some of whom, I'm ashamed to admit have to translate from my English those in Israel, Spain, Portugal places where Chinese translators do not grow on trees my background with Moyen starts at about the time Moyen became a pretty well-known writer I was in Harbin spending the year in Harbin in 1986-87 and I ran across a book I forget the title it was something like and there was one story by Moyen I think it was I said, ge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one sees all the time and I ran into an old friend who said he had just signed up four writers he was going to do anthologies of all of their writings I think it was Han Shaogong and Zhang Shenzhi and Zheng Wanlong and Moyen I said, I'll tell you what do three and leave one for me which one, it was Moyen it took a while until my good friend Zheng Shuzhan sent me a copy of A magazine and I can't recall which one it was but it was the serialization of Moyen's second novel Tian Tan Suan Dai Zhuge it literally, not literally it figuratively blew me away I said, this is the most remarkable thing I have ever rea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later, of course, I found out that this novel of I don't know he wrote within 30 days I think he said 23 or 24 days he was a very angry young man having witnessed a serious breach of security by peasants in his hometown and wrote this astonishing novel some people call it his most ideological novel I call it his most passionate novel at least to that point I wrote to Moyen didn't know him said, well, mo mo and I liked your novel can I translate it and he wrote back and said sure, why not I started it went to Taipei had some time on my hands found a copy of Hongkali and Jia Tzu took it back and read it in three nights for me that's not an easy thing to do I like my sleep too much and I said this is clearly a breakthrough novel for China I wrote to him and said cancel my last how about I start with Hongkali and he said sure in 1993 I think it was it was published extremely well received as it should have been later a magazine called world literature today which I don't think you get here but is a relatively sophisticated and well received and highly respected literary magazine in America that includes essays but has reviews of book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undreds and hundreds in every issue they had published for 75 years and so they published a special issue in which they listed the best novel of each of those 75 years there was Camus there was Kafka there was Faulkner there was Solzhenitsyn there was Garci de Marques they were all there and in 1993 it was Red Sorghum the magazine considered Red Sorghum to be the finest novel written in the world in 1993 it was so good that it even looked good in my translation and that's saying something I think I then went ahead and translated his second novel The Garlic Ballads it's just gone into a second printing that doesn't mean it's sold terribly well it just means they didn't print many to begin with but they're going to keep at it altogether I've translated five works by Moyen four novels and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number six is in the works number seven probably I'll get a chance to read soon and we'll see that's the good news the bad news is in my country translated fiction does not do very well it'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for us to work there it'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for novels to be published there and it'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for literature from China and elsewhere to be read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nslated literature has never been terribly well received somehow Americans think that it's not quite genuine it loses its authority as soon as it gets into our hands but we thought we were doing okay until V.S. Naipaul came along recently our Nobel laureate and said you know folks fiction is dead we need more nonfiction this is an age when reality TV and other silly things that are supposedly honest and truthful and real are capturing the public there and I suspect everywhere else I think it's time for Paul Thoreau to get back at V.S. Naipaul for something new because Naipaul is absolutely wrong we need more fiction we need more truth from people like Moyen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a viewpoint that only he has but somehow represents everything we believe I think John Updike some of you may have read his fiction recently in the New Yorker a magazine that is often considered the crème de la crème of literary or literate or elitist writing ran a four page review of two novels one by Moyen one by another Chinese writer that's unprecedented Chinese literature never makes it into the New Yorker and never ever in the hands of someone like John Updike he didn't like them he didn't like Moyen and he didn't like the other fellow he thought that they lacked Victorian decorum which I think we'll all agree Moyen's novels do thank goodness that they were somehow unrepresentative of what good literature ought to be as if there were only one standard of literature obviously we don't really want novelists to be writing reviews of novels let them write reviews of other stuff especially someone like Updike whose time has perhaps passed but it was exciting anyway that a novelist like Moyen whose work is widely respected whose work sells well in Europe and who deserves to be read by almost everyone got at least some attention I forget who said it but I don't care what you say as long as you spell my name right and I think getting it into the New Yorker was a good thing to be quite honest with you I cannot understand why anyone doesn't like the writing of Moyen it's simply incomprehensible is it structurally good fiction maybe not is it tight is it organically pure is it logical hardly ever is it passionate does it have fire always alway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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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